爱喇嘛昨天到台湾的时候 她就已经强调了 就是宗教祈福的行程 非观政治 所以她很多的行程是改了又改 包括今天本来要举行 中外记者会也取消了 还有她的公开演讲 本来要在大概有个几万人的场地 来进行演讲 现在也改成回到了她下榻的饭店 在饭店里面只有大概100多个人的 这个场地来进行视讯连线 可以说是缩水了 大概有百倍之多了 打赖喇嘛三度来台 这次为倦灾特别低调 也特别保密 行程公开之后还一再修改 最后拍板定案的行程 8月31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一整天都要在灾区关心灾民 会到高雄县小林村 及屏东县林边乡 9月1号上午在高雄巨蛋 参加灾民祈福法会 下午在联谈会馆视讯演讲 9月2号与天主教书记主教 圣国喜对谈 其实达赖来来台的三大目的 第一是举办中外记者会 第二是为灾民祈福 第三是公开演讲 但行程一再修改之后 原本的中外记者会 在前一天紧急喊咖 祈福法会照常 但是公开演讲 却变成在饭店里视讯演讲 规模整个大缩水 这部分我们会馆目前都有相关的设备 可以配合他们来做播出 那他们有告诉你说 他们有来什么使用吗 目前还没有完全确认在设备上的资源 不过我们会随时准备好 我们有同步的摄影机 就是可以把现场所有的画面 及时的转播到我们的投影幕 这里是达赖即将举办视讯演讲的地方 投影机已经架设完毕 达赖方面强调以赈灾为主 不过所有行程一改再改 昨天新闻记博士高梦柔高雄报道